各位同學 你們好 我是Professor William Dunn 那些人通常都叫我William的 我是物理治療的department head 疫情的裏面 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記住戴你的口罩 還有勤洗手 大家都要做的了 今天就是第一講 就是講關於這個 斬生的途徑 明天四點鐘有第二講 就講到物理治療現在這個情況 將來的發展是怎樣 所以兩個的題目都不同的 所以聽完今天之後 明天同樣的時間四點鐘再見大家 一個斬生的途徑 成為一個物理治療師 其實香港有兩間的大學是培訓這個物理治療師的 公開大學 其中一間 當然 另外一間大家都知道了 是PolyU 我們公開大學的培訓的模式 就是以小班的教學 我們第一屆的修生就是40位同學 所以老師和同學的interaction的互動是相當之好的 因為我們是用小班教學的模式 如果有興趣的話 當然就算是公開大學 同學會問 究竟是什麼物理治療呢? 當然 我們有interview的 我們通常會問大家 你知不知道什麼是物理治療呢? 這個是必答問題的 我們的針對點呢 就是我們幫助一個人在活動的方面呢 是一個maximum的movement 和一個functional ability的 這個很重要的 我記得以前有一位的病人呢 他一切受傷的 走不了路 坐輪椅 後來透過物理治療的幫助 他可以走不了路 病人很開心的 因為他說如果走不了路 對他來說 生活影響是很大很大的 但是如果我們幫到他能夠站起來 走幾步 走不了路的話 他的生活質素是提高了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們物理治療的其中一個方面呢 是幫助病人 在那個活動能力 在那個functional ability 是可以幫到他的 其實有幾方面的 第一方面是develop 他沒有的時候 我們去發展他 去develop他 幫到他 在那個movement那裡 如果他有的時候 我們要命清他 不要讓他轉差 譬如說長者 他年紀老化 那個機能衰退了 如果我們能夠維持著他 maintain住他 這個是我們其中一個目標 又或者他失去了 譬如說一個中風的病人 他可以做很多活動的 在中風之前 但是中了風之後呢 沒有了那些活動能力 我們能夠restore他 幫助他呢 從事這個活動能力 這個是物理治療呢 是另外一個很大的方向 其實生活裏面呢 很多方面呢 都需要的 如果是受到 譬如說 剛才我們說到一個年紀的退化 受傷 或者因為一些疾病的緣故呢 而沒有了活動能力 而物理治療呢 或者這一方面呢 都是我們的對象 幫了他們的 我們的角色是怎樣的呢 包括三方面的 第一方面呢 在他的評估 Assessment 所以呢 四年的物理治療課程呢 無論是基礎 在那個培訓 在那個知識 以及在那個實踐的方面呢 我們訓練學生呢 在那個評估的方面呢 有一個專業的知識 以至在Assessment 你知道究竟那個病人 有些什麼的問題 能夠對症下藥了 譬如說一個50多年一個病人 肩膀有些問題了 究竟他是肌肉的問題呢 關節的問題呢 又或者是神經的問題呢 都不知道的 如果你不知道 什麼的問題的時候 你怎麼能夠對症下藥呢 所以透過一個全面的一個評估呢 哦 原來知道身體哪個機能發生問題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幫助那個病人 所以在這個physical diagnosis 那方面呢 我們有一個正確的診斷 以至到什麼的問題 令到這位病人呢 發生日常生活的問題呢 從而做出一個色狀的治療了 那這方面呢 我們都可以詳細講講這三方面的治療的 好了 那我們究竟服侍啤類的病人呢 其實從小到老 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 我們有時候找到老 中 青 那在小朋友那裡呢 很多時候剛才我們講到呢 是一個development 一個發展性的 我們可以幫到它呢 在中年的人呢 那些addle 那方面呢 譬如說他那些的關節啦 或者是頸痛背痛啦 那我們都很多物理治療師呢 要針對那個對象呢 或者他們做運動的時候呢 受創傷了 那另外老人家呢 大家知道呢 很多時候的關節的退化 又或者呢 他跌倒啦 以至骨折啦等等呢 這個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那些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那譬如說那些disabled的人呢 他們都要是有一個的 那些康復的情況呢 還有很多時候他們參與一些 比如說sports的時候呢 我們叫做disabled sports 那這一方面呢 我們都可以幫到他們的 那最近呢 大家都知道了 譬如說那些MR呢 一些的就是mental retarded的人呢 他們都面對生活上很多的問題 但是當他們年紀老化的時候呢 他們所面對的問題是更加大的 而這些人呢 都是我們物理治療呢 所去服侍一類的人的 好了 那物理治療在不同的方面呢 都有它的功能呢 剛才我們講到呢 老人家呢 這個geriatric 那方面呢 人口老化啦 那老的時候呢 譬如我們所講呢 眼有毛 耳有毛 疼有毛 疼痛不方便 關節的退化 老人家面對到很多的問題的 所以我們物理治療呢 可以在這一方面都成為專家呢 可以幫到他們了 另外呢 就是那些肌肉關節的方面呢 那很多時候呢 譬如說頸痛啊 背痛啊 又或者運動員呢 在那些關節裏面受傷啊 肌肉的受傷呢 而麥理治療呢 都可以幫到他 而你都可以成為一個專家在這一方面 那至於這個sports和fitness呢 麥理治療的參與呢 都相當之多的 那所以呢 大家同學畢業之後呢 我們訓練你們成為一個全面的麥理治療師呢 各方面呢 都有受訓的 那但是你在畢業之後 我想在某個層面 譬如說在老人科呢 或者骨落關節的方面呢 又或者我特別訓練到sports方面呢 那你都可以成為一個專業的麥理治療師了 這些呢 就通常呢 同學呢都會是想到的 或者將來我讀這個麥理治療 出來做事呢 可能在這幾方面呢 都參與 其實麥理治療不單單在這三方面喔 還有很多的 那就很簡單介紹幾個啦 那明天的裡面呢 那個麥理治療現在呢 還有將來的發展呢 我會詳細去演繹的 那大家在左上角呢 一個neurological的 一個腦神經的 中風啊 柏金順啊 那他們所面對的那個的生活問題呢 相當多 活動啦 關節啦 肌肉呢 都是所面對的問題 而你可以呢 在物理治療這方面呢 成為一個專家 去幫助這個是 腦神經的那個問題 好了 查到pulmonary 心肺那方面呢 都是物理治療很大的工作範疇喔 那很多時候呢 譬如說有些的慢性 阻塞性的肺質病啊 可能很多人吸煙吸了很久 或者在運作環境的裡面 工作了很久 而這個肺部呢 受損的 那物理治療呢 在這一方面呢 都能夠幫助 以前SARS呢 大家都記得吧 或者現在COVID-19呢 這個肺部的功能呢 都會有影響的 而物理治療呢 在這一方面呢 無論在肺 或者在心臟的方面呢 都可以成為專家 去幫助這一類的病人 剛才我們講到了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那些運動的disabled的sports 那我們都可以幫助到他們呢 好了 大家在右上角呢 小兒科那方面呢 其實這一方面的發展呢 都相當大的 那以前呢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幫助一些 我們叫cerebral palsy的patients呢 就是腦麻痺的patients呢 現在是 以後進步了 逼不多了 但是取而代之呢 很多時候那些ADHD呢 或者是那些 我們叫做那個 developmental coordination disorder呢 這一類呢 比如說它發展呢 會慢的 而我們需要大量的物理治療呢 在這一方面 就是能夠即是及早有一個diagnosis呢 還有可以幫助在一個發展的方面呢 可以幫助小朋友呢 那個成長的 那wormer health呢 這樣也相當多的 譬如譬如 譬如有一個是失禁的問題呢 很多時候 就是婦女在診後呢 因為那些肌肉的緣故呢 就弱了 那有一個失禁的問題那個存在 而不是治療 透過很多的運動呢 可以幫到他們那個的康復呢 那Primary health care呢 現在呢 就不是單單呢 是醫院那個job了 醫院那個工作了 而物理治療去到社區呢 做很多的教育呢 做很多在社區裡面呢 那個的運動呢 而幫到呢 在社區裡面那個病人那個問題 所以你看一下 哇 原來物理治療那個工作的範疇呢 是相當多的 你喜歡小朋友 那你畢業之後 專注在小朋友工作 你喜歡是長者的服務 也可以的 哇 我喜歡運動的方面的 幫助一班的運動員的 那也都是你的那個興趣的 那凡此種種呢 都有很多方面的服務的方向 以及範圍的 那我明天呢 同一時間 怎麼都 那我會講多一點 你自己裡面的內容 那明天再見啦 那另外呢 不要走著啦 我其實會講的 明明完了 好啦 那我們講講呢 究竟課程的內容 如果同學呢 有機會參與我們 就是高科大學的那個課程呢 總共是四年的 那當中呢 那個credit呢 就是200個啦 就相當之全面的 在當中呢 包括40個credit 是universal requirement 那意思呢 就是英文啦 還有general studies呢 一個大學 一個通識的教育 那這方面呢 照40個credit Core size的courses呢 30 本身professional courses呢 就75 那有不少時間是clinical practicum的 就是說 同學是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實習 那 等一下呢 我會詳細一點講講的 那total 200個credit 相當之充實 這樣講呢 很忙碌的 在讀這四年的裡面 所以你交換學費呢 是相當好像超值的 好了 那剛才講過了 Core size的courses呢 那解剖和生理學呢 就是基礎來的了 那我們在第一年裡面呢 都會有一個很全面的那個學習 就是關於人體和生理 另外你發覺呢 不是單單是理論 而一個functional and natural 我們特別注重那個肌肉啦 神經線啦 那個 ligament 關節等等的 那我們除了是有真思 我們透過真人的屍體呢 學習 我們還有很多digital的cadavers去學習 那大家看到呢 就是我們都有一些 digitalcadavers的table呢 給大家學習 好了 那另外呢 就 剛才我們講過了 movement的物理治療那方面呢 是相當之重要的了 那所以我們第一個學期呢 已經有movement study和exercise science去學習的了 那還有因為我們是大學的研究啦 所以我們對這個evidence-based curriculum呢 是相當之體重的 那所以有research method和statistics的那個學習啦 分裂同學呢 可以有一個critical thinking 是一個理性的 和一個logic的研究的 那這一方面呢 從一個basis 從一個foundation 建立同學 那個醫療 那個學習的 好了 再上去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自己的professional courses啦 那包括一些basic的啦 比如physotherapy practice這些呢 我們就學習怎樣做assessment啦 看肌肉啊 關節方面的measurement啦 有一些transfer的學習 還有一些mobility的研究啦 一些老神經科等等的 那另外呢 就骨科啦 肌肉啊 是我們其中一個主科啦 剛才我們都講到的啦 那老神經科啦 還有發展的那個科目啦 那都是我們的主要科目啦 另外 心肺功能啦 還有我們都會學習一些pharmacology的喔 一些藥理的喔 雖然我們不是用藥 不過呢 很多時候病人都要吃藥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藥的效果 就是藥物理治療那個方式能夠配合呢 就是有次半功倍那個效果的啦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professional courses呢 就包括內容啦 那另外呢 就都有一個primary health care啦 剛才講到啦 單在醫院裡面呢 我們使用這個物理治療啦 而是說去到社區那裡 那個方式怎樣幫到病人呢 那這個我們有一個科呢 是先說到的啦 那另外呢 就電療啦 還有很多technology呢 那個rehabilitation呢 那現在呢 就是科技發展的相當快啦 那怎樣透過就是科技能夠幫到病人的康復呢 都是我們會學習的 在這四年裡面 那老神經科那個物理治療啦 那我們比如針對中工啊 拍針信啊等等 那這裡呢 都是全民國的學習的 好啦 那剛才大家都知道啦 我們不是單單在大學裡面呢 接受那個theory啦 那些訓練啦 而我們出到不同的地方呢 有超過1000小時的特集的 去什麼地方呢 去HA啦 醫管局啦 那個醫院啦 還有裡面的那個門診部啦 我們去到這個NGO啦 實習的啦 那另外呢 就有一些private clinic啦 因為不是理治療呢 很多的畢業生呢 工作了一段時間呢 啊 我想開檔喔 有一個private practice喔 而我們也有學生呢 透過他們去到private clinic呢 除了是apply物理治療的那個知識之外呢 都知道啊 原來run一個private clinic 是怎麼樣的呢 啊 都給學生一個實現的經驗的 那有些on field的那個情況呢 去到不同的sports啊 地點啦 可以體驗物理治療的那個工作啦 那還有我們儘量呢 是協調學生呢 去到海外不同的地方呢 有四星期至六星期的placement 那以至呢 學生在不同的地方呢 學習物理治療的時候呢 因應不同的culture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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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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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學習怎樣去做物理治療的啦 那這個是我們clinical practicum呢 那裏面的arrangement 啊 相當豐富的啊 那所以呢 在四年裡面呢 學生都接觸不同的病人呢 不同的年紀呢 那甚至到去到不同的地方了 好啦 那我們呢 物理治療的課程呢 將會在全新的地方呢 這個公開大學 泰馬會健康護理學院呢 那裏舉行的啊 所有的學習等等 在全新的大樓 全新的設備 那去學習這個課程啦 那在當中呢 我們有五個是 assign 了我們的lab啦 那包括一個運動的lab 基建骨落的lab 靠著pulmonary 即是心肺功能的lab啦 電療和人工智能的lab 啊 那在右邊大家看到了 一個神經康復 那以致到呢 我們有不同的功能的lab呢 是訓練同學 啊 還有用最新的設備呢 啊 幫助同學學習的 你發現中間那裏呢 其實我們在這個護理和健康學院裏面呢 都有這個virtual decision lab啦 有virtual reality lab啦 還有一個gerent technology的 啊 所以中間的地方呢 我們都是用到呢 看物理治療的那個學習的 好了 那我們現在在透視著呢 有一個的物理治療的診所 而地方呢 都選定了在jockey club campus那裏 那裏的了 那是bearing free的 那如果病人可以坐車啊 行到呢 那這個level是很容易去到的 那我們就其實讓同學呢 可以在早期呢 可以接觸到不同的病人 讓他呢 就知道 哦 原來物理治療呢 怎麼可以幫到病人的 那還有呢 我們就將會呢 就是clinical placement呢 都在這個clinic那裏發生的 剛才我們講到啦 除了是去到HA啊 NGO啊 啊 之外呢 我們這個呢 成為我們一個訓練的基地的 那我們除了是provide these services to community之外呢 我們都在這裏呢 做一些research的 那你知道啦 我們大學 其中一個主要的特色呢 就是一個research base呢 就是說怎麼去develop 怎麼去創新的思維 regenerate一些新的knowledge呢 可以應用在病人的方面的 那這個是我們大學的特色呢 那我們將這些這樣的發現啊 新的方式呢 能夠應用在這個病人身上 就透過我們這個物理治療的診所啦 那剛剛講到呢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方面的哦 那我們畢業的學生呢 我們全面呢 在物理治療那裏呢 都有訓練的 那當然呢 我們公開大學 物理治療的課程 其中一個特色呢 就是那個Muscular skeletal 這個肌肉的骨落 那個物理治療呢 這個是我們的重點 那我們的重點呢 就是 就是不是單單在某一類的年齡的 是一個lifespan的 就是由小朋友 中年人 去到老人家呢 我們都會有一個全面的訓練的 我們特別呢 在一個physiotherapy的diagnosis 在一個診斷 和一個exercise description那裏呢 我們加上我們的訓練的 那很多時候大家都聽到了 exercise is medicine 我們不是用藥 而我們是用exercise的 所以這個運動處方呢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我們講講呢 咦 老中青喔 年輕人的發展是怎樣的呢 審問者的發展是怎樣的呢 那你發覺呢 我們的學習呢 是透過很多活動式的 透過很多creative的 很多遊戲的 playtherapy的 去幫助那些的小朋友呢 在那個成長裏面呢 能夠幫助他們做個訓練的 那其實我們的團隊呢 有兩位專家呢 已經是部署了訓練大家的同學呢 在這一方面的建立的 那另外sports了 那大家都聽過 偽行者啦 聽過渣拉馬拉松啦 那其實我們呢 都會訓練學生 在那個sports 在那個musculoskeletal的方面呢 建立 以致呢 我們都有機會給同學呢 是on field 出去實習的 那右手邊呢 大家看到呢 一些disabled sports啦 那我們呢 就有一位在團隊裏面呢 有一位專家 是啦 那會幫助同學呢 在這一方面呢 那個的裝備和學習的 那相當之精彩啦 不是單單在學院啦 然後出到不同的地方呢 學習幫助不同的病人的 那老人家方面呢 那我們都集中在 無論在醫院啦 或者在診所裏面 那個老人家的服務啦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都去到社區啦 那大家看到呢 早上呢 很多人打太極啦 那其實我的研究呢 就是太極那方面的 怎麼能夠透過這個運動 這個這樣的practice呢 去建立它的肌肉啊 關節啊 平衡啊 以致它最終呢 就不要那麼容易跌倒的 那這一方面呢 都是我的興趣 那如果大家就是和兒子進來的時候呢 我就在這一方面呢 訓練你們在長者那方面呢 那些老友記呢 怎麼幫到他們呢 好 那剛才我們講到呢 我們在這個school of nursing 那其實school of nursing那方面呢 他們在virtual reality 和simulation呢 是相當的 發展得很好的 那所以透過這四年的裡面呢 除了一些物理治療的學習呢 我們和那些nurse的同學呢 一起學習這個virtual reality 和simulation的 透過很多那個technology啊 那個發展呢 幫助同學這一方面呢 是成長的 好了 總括而言呢 我們公開大學的物理治療呢 因為是一個大學的緣故啦 所以那個evidence based model呢 是相當之重的 我們不是自然做一件事 而是我們真的有根有據 有個evidence的 而我們所做的那個治療啊 診斷等等呢 都是有evidence的 所以research呢 那個component是很重的 所以同學呢 在這四年訓練裡面呢 我們訓練你在research那個的知識 和那個的實習 和呢 都有一個的 我們叫做capstone project 那個curriculum的 所以呢 大家都會做一些research 是的 那當然啦 老師的方面呢 都是一個榜樣啦 而我們老師的團隊呢 在research的方面呢 我們會相當之強 和是繼續做的 那所以呢 在teaching的方面呢 在clinical practice呢 我都圍住這幾方面呢 都是有一個很強的那個evidence 就是為我們的back up的 好的 那technology的advancement呢 剛才講到呢 technology 發展相當之快呢 我們會利用不同的科技 最新的研究 配合我們物理治療 那個課程 訓練同學 以至呢 同學可以用這些科技裡面的發展 不論在那個評估啦 在那個diagnosis啦 那個診斷啦 或者treatment呢 在那個治療方面呢 都可以利用 運用這個科技呢 對於病人呢 作出一個治療的 那麼呢 剛才講到啦 在我們解剖的方面呢 都有很多不同的科技的發展 那你的同學呢 是更加適切啦 還有去深入去了解 不同人體那個構造的 那 那 那 戲看得多啦 未來戰士啊 其實不是遙遠的 而是現在已經發生著呢 可以透過這些 robot 啊 technology 去幫助病人呢 可以從事這個呢 可以走回路的 好了 那可能會問一問 學費多少呢 那 以下幾張slide呢 就有些個介紹 那 第一年的那個學費呢 就是16萬 我們呢 我們呢 就有一個entrance scholarship的 是第一年裡面 那 同學呢 能夠拿到 六萬元的 那 加上一個non-mean test呢 三萬多元左右 所以呢 那 第一年的學費呢 就是六萬七千九百元左右 是的 那這個呢 就是 大家預算了 那好了 我會再問一問 entrance scholarship 是怎麼樣的呢 那 我們看 第五項目的 那 如果那個score呢 是 22分 或者以上的話呢 那我們會 給六萬元 那這個包括中英 數 和liberal studies 那 好了 那我再問了 咦 我第一年拿到六萬元 那第二年 會怎麼樣呢 其實政府呢 在這方面都有資助的 如果你的GPA 是三萬三百以上的話呢 那你有四萬元 有四萬元的 那所以 都是那句啦 讀好一點書 考好一點史 那你就會有很多scholarship 那你就會問了 除了這些之外呢 有沒有其他的scholarship 是有的 但是裡面呢 都有很多不同的scholarship 可以offer給那些同學的 那當然啦 都是看你的成績啊 看你的表現啊 還有你參與一些防外的活動 那第二 第三 第四年會怎麼樣呢 呢 第二個 但是呢 詳細地 拿到 直接拿到 blood 媽的 這個學費是約8萬5千4百元左右 好了 你會問我任何方面是怎樣的 中英minimum level 3 到學liberal study minimum level 2 elective一科的minimum requirement是2 最好我們prefer 如果是科學、physics、combined science 這個比重是高分一點的 好了 誰是合適讀呢? 如果你是由愛心去幫助別人的 喜歡接觸別人的 跟別人溝通的 你自來是合適你的 當然你喜歡醫療、醫療的方面 有些同學在運動的方面 喜歡心理的方面 都是一個合適的人去讀我們的program 好了 這個很簡短的那個簡介 我相信同學可能都有其他的問題問我的 以下15分鐘的時間 看看這些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有一個聊天 交流的時間 好 我們都要喝一口水先 是的 這問題是 同學問到 Dupress 多少分才有機會面試 剛才講到 中英最少是3分 數學通識2分 自負2分 都有機會是interview的 什麼時候interview 當然這個是Dupress 的同學問題 綁一綁之後 八月初 我們會通知同學來一個interview 好了 預計收分多少 我都不懂得回答 看你拍得厲害的時候 報我們 我們就高分一些 當然 競爭是大的 因為毒物理治療的同學都相當多 因為我們 爲什麽公開大學有這個物理治療課程的成立呢? 其實回應社會的需求 因爲第一呢 有了老化 而根據政府的醫療報告 在2017年 未來的10年 大概是缺乏1000個物理治療師的 所以呢 同學生如果是讀這個課程 畢業之後呢 那個就業是沒有問題的 很多時候呢 我們之前呢就說 哎呀 同學生很心急去找工作喔 現在這個情況呢 就算是打了4年之後呢 工是找來的 因爲實在是太缺乏人了 因爲這樣的緣故呢 所以呢 那個就業是沒有問題的 還有呢 在不同的sector呢 政府的sector呢 或者是NGO的sector呢 都需要大量的物理治療師的 所以同學呢 很多時候根據自己的興趣呢 那如果你想去HA的 或者NGO的 或者不同的sector呢 去服侍病人的 那這個是你的選擇 那所以呢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相信那個的分數呢 都會一定那個競爭程度的 我相信這個問題 有些應該是non-julpes的同學 今年是bachelor grade 修身的準則是怎樣 如果你是讀了一個的degree 你今年是正合grad 如果你的bachelor是跟我們醫療 物理治療呢 是有些類似的 那這個是我們首先的考慮啦 那可能有些人讀psychology啦 或者有些人讀physical education啦 有些人讀kinestology啦 就是運動學的 還有你的治療都挺相關的 那我們在考慮 interview你之前呢 那我們就會考慮一些條件啦 還有很多時候透過一個interview呢 更加了解你呢 那個的 就是為什麼會動物理治療呢 那方面的 哪個問題呢 先看一看 一個問題呢 就說 如果中學沒有收到physics呢 對大學要讀的課程有沒有影響呢 那我們最主要是看 第四加一啦 它意思就是說呢 第四個core 中英數liberal study 如果你的elective呢 是有physics啦 by all啦 和這個combined science 就是有physics的component呢 你是有一點點的優勝的 但是不表示你是沒有機會的 因為如果你的四科呢 成績是不錯的話呢 雖然你的elective是沒有選到physics的話呢 你是會 就是沒有那麼優勝啦 但是呢 四科所得的分呢 其實都是相當之影響大的 所以就要看看你自己那四科的裡面呢 究竟是 那個分數有多少啦 以致能夠去決定 就是會不會那個elective呢 對你有一點影響啦 好啦 那就讀完first degree 但是文科 都是看看你那個的 有沒有跟我們有些什麼文字的關係呢 有些人是這樣的 他讀的first degree呢 可能看上去不是很大的關係喔 但是之後呢 都證明了 其實我平時呢 都會做一些volunteer service 都在一些醫院啊 診所啊 或者一些的機構呢 去服侍一些人的 這個都給我們看到呢 原來你 都會是很喜歡服侍人啦 服侍病人啦 或者你有一些的接觸病人的經驗啦 這個我們都會看重的 那有些人呢 讀完一個degree之後呢 可能做一些的diploma 或者一些的cert啦 都是關於一些醫療的方面啦 那這一方面呢 我們都會考慮的 畢業後一般的物理治療師的收入 很多時候呢 同學呢 一畢業之後呢 就沒有那麼快去到private的sector的 很多時候他們想呢 在不同的機構啦 或者是政府 HA 做了臨前 拿了經驗啦 原來才出去呢 做private 所以同學呢 進到去政府的時候呢 應該是point14 而point14呢 現在大概三萬元左右 三萬元左右 以我們所知呢 同學很快呢 一兩年之後呢 就去到private了 而private那個人工呢 是相當之高的 一定是多過三萬元 各方面啦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的市價啦 這一幅會收多少人呢 我們呢 就是收40個 收40人 是啦 A-Level 應該是GCE的A-Level 應該是GCE的A-Level 那會是 會是 首先呢 GCE的A-Level呢 我們是通過non-jubic的 那non-jubic呢 就要跟其他啦 因為non-jubic呢 很多時候都有 有些人讀過Degree啦 就算有些人讀過MASA 也有的啦 那所以我們看一看 其他人的成績啦 還有有多少人啦 那以至我們Determine呢 A-Level的Entry Requirements 那我們暫時沒有一個特定的那個的Level的啦 那所以都是看一下當時的那個情況啦 那其實可以試一試啦 報了先 然後呢 我們接觸之後呢 就看一看那個情況是怎樣啦 有一個訪問呢 都相當non-jubic的問題啦 有一個呢 就說讀這個雙方的Bachelor 可不可以來讀 剛剛都講過啦 那似乎 譬如說 可能你first degree呢 不是說 類似一些medical啊 或者近似物理治療那些的 但是你透過一個的其他啦 譬如說做一些Volunteer Service啦 或者你讀過First Aid啦 或者是有些人讀過一些part-time的 就是Physiotherapy的assistant的course呢 那我們都會考慮的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是那個Bachelor是類似的話呢 那當然那個機會會大一些啦 但是如果不是呢 而其他的方面呢 證明到你 其實是有興趣的 或者是有相關的訓練的 其實我們都會考慮的 我們呢 有一個陀仔問呢 在那個interview的裏面呢 是不是就是zoom呢 為了保障大家的健康呢 我們是zoom的 但是呢 之前呢 我們在non-jubic的interview裏面呢 因為這個疫情呢 就比較緩和了 我們就是face to face的 所以呢 我們都很希望呢 在那個interview呢 都是face to face的 希望你們看到我們啦 我們看到你啦 那就有一個的了解的時候呢 是更加好的 但是那個疫情的時候呢 我們是全會用zoom的 去舉行這個interview的 啊 這些同學都有很多好的問題啊 好 看看之前就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或者回答多一點呢 呢 就有什麼了解一下 啊 我們是 nein-jubic的跟朋友一起去呢 想要解一下面試的流程 是啊 我們如果是non-jubic的話呢 如果是non-jubic的話呢 我們會有一個的individual interview 和一個group interview 啊 希望透過group interview呢 看看和同學互相之間的interaction呢 啊 和那個溝通的能力 至於那個troopers的裏面 我們就是adopt了一個group interview 最重要的是同學在互相交流當中 那個溝通的能力 還有你有沒有聽人家說話呢? 作出一個適當的回應 這個是我們的方式 好,taskin 哇,很多同學生繼續 taskin,part-time 有些同學說急不及待了 我在讀兼職級的master degree 會不會同事一起讀這個物理教育的課程呢? 其實讀我們的物理教育課程 因為是一個兼職級 都相當吃力 因為第一個學期 我們有解剖 有生理 所以就相當之忙碌的了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都奉勸了 你先讀完你的part time 再進來讀這個 full time 物理治療的課程 non-duberts 是不是再有面試嗎? 因為還未到deadline 我們還在考慮 將會繼續有面試 所以大家 non-duberts 那個堂仔可以繼續 你給足夠的資料給我們 以致我們能夠考慮會不會interview大家